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疫情之下 各行各业都面对新常态衍生出的各种挑战 餐饮业者也是不例外 不过根据统计局上个月的数据 2020年首11个月 新开的餐饮店比关闭的店面还要多 这着实让人感到意外 这一集的现实任务 我们就聚焦本地一家知名餐馆 为何要在这么不稳定的时局之下 仍然坚持打造一个全新概念的餐饮品牌 餐厅的原本计划在去年11月开张 但是因为疫情影响了进度 而决定在一个多星期之前 先开始试运营 因冠病疫情 昔日游客络绎不绝 游船河不停穿梭的克拉码头 店家生意大减 然而在艰难时局下 却有家新餐厅正准备开张 这边我先让你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这边不只是做服务 我们还要给客人很多体验 尽管前来应聘的人不少 但这家名为Yamsing新世界的新餐厅 对员工的要求格外严格 必须能闻能武 好像你会学到收营销售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会说学到吧台 就是可能做调酒师 还有就是有一点是非常地挑战性的 就是要学习武师 还有武师 为什么我突然叫Yamsing要学习武师 因为你看跟我们品牌的名字有关系 Yamsing就是一个很喜庆的地方 所以我们每天的六点 我们会在这武师 在客户锡这边走一圈 然后再告诉那些客人 客室那些人 我们已经开店了 二 三 连起来 当我刚刚讲说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工作给你们 我们要去表演武师 大家都觉得真的吗 有些女生会说 真的可以学习吗 她是蛮开心的 三 四 五 六 七 可能有一些就会觉得 本身腰不舒服 可是多数是很乐意去做这个 因为不只是做工 还可以学到这个武师 我也想去学习 我也会去学习 现年52岁的方志忠 2000年从中国移居新加坡 创办了莆田菜馆 如今在海内外拥有76间分店 已经成为国际知名 连锁餐饮品牌 叔叔 今天来个粥 然后白鸡跟烧鸡餐 这么多年我在 老店吃餐的午餐 早餐都来这里 所以这个鸡饭 是我很喜欢的 海南鸡饭是他最爱的本地美食 因此想到把这道美食 以及其他具代表性的本地食物 带到新餐厅去 这些天天吃妈妈煮的菜 他不是大厨 但是你是有感情的 而且我们看到安哥 很愿心在做他的这个烧鸡白鸡 做得很认真 很愿心做 所以我想说我们游戏里面 我们怎么都会选择一个好的鸡饭 当做一个标杆 然后我们也愿意替安哥来推广 把他的这个三轮街的海南鸡饭 让所有的游客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鸡饭是哪个蛋口的味道的做法 其实他早在2018年 就想推广本地小贩美食 新加坡成就了莆田 所以我虽然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 但是20年了 其实我认为我也是一个新加坡人 这个是真的 我也应该为新加坡这个城市 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所以我想说新加坡有这么多好的美食 我适合可以把它们都能够收集在一起 包括新加坡的文化的东西 武士 言行 然后漏黑 歌台 它都会让我 还是让我一起创办的这些团队 都觉得说它是一个使命 我们都是为了传播新加坡好的文化 秉着这个想法 一个全新概念的餐厅因此诞生 2020年8月开始进行装修 没想到疫情影响了工程进度 导致原定11月份开张的计划一再延缓 我们最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试 菜品的调试 整个气氛的调试 所以这个疫情对我来说 没关系 你既然碰到这种疫情了 那你就更多的时间来做调试吧 也许它是好事 所以我是比较乐观 比较正面一点 距离餐厅试营运不到两周 方志忠今天特地前来餐厅巡试和试菜 并给予执行团队建议 你们现在开始从执行团的角度去看看 这个操作会哪里 哪一条顿线会堵到 这边我是不担心的 我担心的是前面 那边要 这边要调一点点 好 这个椅子以后你就靠 椅子的脚就固定靠住就可以 今天要让每个人提提意见 就是出菜送到每一张桌子有什么问题 客人进出有什么问题 好 就要开始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客人是从这里来 所以这张我的建议还是 还是在这里收银吧 终于到了市营运这一天 很兴奋 其实有一点小紧张 风声水起 快乐 我在做这个羡慕的时候 写了一个非常不尽人情的 一个决定 粉 Mega 咿 。。。 油